只有审核通过之后呢 我们才有这个带货的一些资格 那么如何开通京东视频带货的这个渠道呢 你们可以点开我这个视频 再点点我的头像 我上面很多视频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特别是一篇三分钟教你开通渠道的 那篇呢是手把手的教到你会 你可以去看一看 看了记得点个赞啊 点个关注 那么呢第二个呢 京东视频选品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带货资格后 我们想要赚到多一点的这个米 我们一定要学会选品 选品呢一般就要分一下季节类的 还有一些暴涨类的 突然间暴涨 比如说京东有的时候在搞活动 明天就是家电节了 那我们肯定是优先发家电的这些 还一些呢 我们就根据市场上的一些热点 及时的投入相对应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之前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我们要及时的去发一些口罩 一定要实时的关注这些热点 如果说你不会选择这些 那我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卖四季都可以用得上来 比如说洗衣机啊 那么洗衣机的话 当然东西又大 洗衣机啊 它的单价比较高 而且它的佣金相对来说比较高 如果说你不会选择那些 那么你就选择那些单价很高 佣金很高的 而且商品很乐销的 那些基本上不会错 当我们选完品之后呢 就进入第三个环节 京东视频带货内容的制作 那么我们该怎么制作呢 我们要制作什么样的呢 第一个呢 肯定是要制作有趣的 有用的 有价值的短视频内容 你要是随便拍一个 突然间挂一个这个商品的链接 没油没盐的 这样子谁喜欢呀 谁喜欢看呀 是不是 别人看几秒 直接一滑就过去了 用户如何去购买 所以我们一定要制作一些 能够吸引用户好奇心的 或者说能介绍这个产品的一些细节 使用性的这样的产品 让用户看到了 然后他点击购买 当我们知道如何制作这个视频 创作的内容之后呢 我们进入了京东视频带货的方法 第四个环节 第一个呢 就是直接在视频上展示 我们在京东视频里面 刷那个罐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视频里面 一刷到他就有一个链接在那里面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视频 很不错 那我就买 点一下那个链接 是不是 就直接调整到了 那个购买的页面 但是你去刷那些视频的时候 怎么这个单独一个视频 它没有一些链接呢 这个呢 就是一些商家 他自己给自己打广告的 比如说你的品牌是海偶 全网就你一家海偶 是不是 你发这个视频 视频越多 其实就是给自己的广告 打得越像 这个呢 我们就相对来说 不够多的详解啊 因为这个 我们达人正常是用不到这个的 我们只是一个视频单独 我们一定要挂上链接 因为只有用户点了我们的链接 买了我们的东西 我们才有这个佣金 那么京东视频 如何去创作这些视频呢 它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原创 就是我们拿一个手机 把自己认为一些好的这些产品 直接啪啪啪啪啪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啊 这个品牌的演员啊 这个产品有多好喝啊 多好用啊 等等 这些实用性的 或者说把它制作成有趣好玩的这个视频 分享给大家 那么呢 还一个呢 就是搬运 搬运的话 我不够多的详细介绍啊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搬运二唱剪辑 这个呢 就是全网很多很多小伴都在用的 那么他是怎么用的呢 比如说你看到某一个视频说 这个娃哈哈非常的好喝 然后你看到他那个视频 可能说没有声音 那么你就把这个视频给他踩下来 你给他配上一些好看的一些贴纸 一些贴画 或者加上这些片头片尾 再给他中间切一切 然后放上一些 你觉得能够更详细的介绍 这个娃哈哈的一些详细的信息 然后再给他配配音上去 那么形成了自己的二创剪辑 这样子是很多小伴在做的 那么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你再把我上面这些视频 简单的再看一看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加油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 视频效果里面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抽针还有补针 那么这个抽针补针 大家看一下我的书表 看得到吗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看得到 他这里是12到120帧 这里面是24帧到30帧 他的意思是说正常的视频 就是12帧到120帧 然后这个帧率设置 如果说视频效忠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视频 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视频 它的帧率设置就是说 每一个视频随机24帧到30帧 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帧 就是说如果说一秒当中的视频 他这里是120帧 那就是表示说这一秒的视频当中里面 有120个图片出生 那么这120个图片 组成越多的帧数 他这个视频其实是清晰度越高的 但他相对应的占用的内存 也是最高的 这样设置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批的素材 经过这样的设置 他会随机设置为24帧到30帧 之间浮动 这个对视频效忠的效果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抽张 如果说我们这一个视频是30帧 就是一秒当中有30个图片 那么这个抽张的意思就是说 每30帧 每30个图片当中抽取一帧 如果说这个视频有120帧 那就随机抽取这几帧 因为我们知道视频检测 这个视频是否重复 是否是搬运的时候 往往都会随机抽取某一秒 或者某一些帧数 来对比他自己原有的数据库 如果说他抽取了我们这个视频 他的这一秒 发现我们这个是30帧 然后和他数据库里面的也是30帧 然后其他的数据相同 那么他这个涉嫌重复率就会偏高 当偏高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呢 那么你这个视频就很容易判为搬运 那么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既然大家理解了这个帧数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某些平台它是如何检测搬运的 它还可以抽帧 抽帧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视频里面 有很多很多秒 他就随机抽取个几十帧 甚至300帧 然后对比他自己原有的数据库 如果说他抽取100帧 你这个是90帧 都是相同的 那么你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为 重复率90% 能不能理解 那么呢 既然讲到了这个 我就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一个消除很好的方法 那么就是不增 我们刚刚所说了 如果说一个视频是30帧的情况下 就是一秒钟有30个图片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里右键的话 比如说这上面的这些视频 我们选取一下独立功能 然后点取一下补帧 补帧的话 我们是可以设置的 比如说我30帧的时候 我补进去多少帧 补进去两帧或者三帧 那么补进去三帧两帧 这两帧帧我们去哪里拿呢 我 我们给腮取一下 那电话 treasury 什么